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 今天呢我要錄的影片是坐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前陣子就是沒有拍影片的時候累積了一些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真的很久沒有拍這種影片所以好不習慣 第一類呢我們先從美妝類開始 然後等一下會分享一些保養品 然後最後一類是雜物 雜物夾在一起的類這樣 美妝類呢第一個我想分享的是底妝 就是其實我覺得前陣子在隔離 然後因為出門一定戴口罩 所以我其實非常少買其他任何美妝產品類 我唯一唯一就是一直去買的就是底妝類 前陣子我真的非常喜歡的是子孫秀這個小方品的氣墊 我自己是因為我覺得好像在美國買不到對吧 我是找代購買的就是隨便找一個網站 然後他說有貨我就買了 我的色號是674號Light Shell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皮膚 我的皮膚是混合肌 所以我T字比較油 但我覺得我最近有點非常混合肌 就是我的臉頰中間這兩塊 如果沒有保濕做好 或是定妝定得太猛烈的話 它會容易脫妝 就是太乾 所以我就是有點非常混合肌的狀態最近 然後這已經是我剛用完的氣墊 就是它已經超級用到乾了 然後這是我剛買前天剛到貨的新的一塊 對然後我覺得這款氣墊它就是 就是承襲了小方品本人的優點 就是控油力做得非常好 然後我覺得很容易皮膚不容易脫妝 持久力很好 就是小方品系的優點我覺得它都有傳承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優點是 它的這一款在我臉上比起小方品粉底液本人 更不容易可能沒有保濕做好 所以底妝就比較容易乾 就我覺得它就是更對我來說更方便用 就我不需要擔心說我今天皮膚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直接用它完全沒有問題 一般我覺得有很多的氣墊粉餅 我都是把它當作方便用 但是不能真的取代粉底液 但這款我覺得完全可以 就我非常非常喜歡 超級推薦 而且它又超級方便容易攜帶 就是我今年去了西雅圖玩 去了Vegas 下一半要去紐約 就我基本上都只要帶一塊 我不需要再帶什麼海綿 就是還要分開帶很多罐 我就帶這個 就是旅行超方便 然後我真的覺得它超級好用 然後我知道會有很多人問我 那我之前是喜歡另外一款 就是NARS的氣墊粉餅 那現在我到底是比較喜歡NARS 還是比較喜歡紫春袖 我覺得這兩款我都非常喜歡 就是我覺得硬硬硬要說的話 就是NARS的剛上完妝還沒有定妝前 它本身是比較潤一點的 比較水一點 就是沒有紫春袖這一款 這麼霧面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用完之後 都會用那個蜜粉把它定妝 所以對我來說這兩款 他們的完妝後的感覺是差不多 持妝力都很好 然後都很容皮膚 所以這兩款都是我的 最愛的兩款 就是最愛兩款氣墊粉餅 就是這兩款 叮 好然後下一個是 喔下一個是我最近最喜歡用的唇膏 就我現在主人上的唇膏 這個是那個CT的 就是Walk of Shame 我以前就超級喜歡 然後有滿一陣子沒有用 前一陣子突然拿出來就覺得 真的還是很好看 就像我平常是比較 這樣子比較淡妝的狀態 就是我覺得它都完全OK 就是不會太隆重 可是又不會太淡 就它整個人顯得你氣色就是OK 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再去party 你想要比較濃妝一點 它多塗幾層也是會變成那種 很有氣勢的那種厚唇妝 所以這支我真的非常喜歡 一樣我去西雅圖我去Vegas去玩的時候 我只帶這一支 因為反正會露口罩 然後要戴口紅的時間 就只有拍照 所以時間很短 所以我就只帶這一支 然後需要拍照的時候 再出來補一下就這樣 最後最後一個彩妝類產品 也是CT的 是它的那個 定妝噴霧 最近有點用膩了 我一直用超多年的 Urban Decay的那個 口水定妝噴霧 所以我開始尋找一些新的 有沒有比較 實用感比較不一樣的定妝噴霧 這一款是有一天很偶然去Sephora 陪朋友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無聊噴一下 就覺得 就它真的會有那種 收緊皮膚那種 定妝收緊的感覺 我蠻喜歡它的味道 就是有一種 淡淡的香味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 就是我覺得它噴霧 並不是真的很 就很發散 可以完全照在臉上 就是它比較 不知道你們這樣看有沒有感到 它比較 是直的出去再分開 所以如果你要噴的話 你要拿遠一點 就是 欸好像太遠 這樣 就是 才會比較 顆粒比較小的散到你臉上 如果你很近的時候噴 它會 這樣弄到你臉上的感覺 使用距離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但整體我覺得它很好用 好 接下來呢 那到底是保養品 我最近有好多保養品 要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其實是最期待的保養品 因為我覺得 在過去 都沒什麼出門的日子裡 我覺得保養品是我 投資最多的 商品 這樣 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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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中瓶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的質地是這種比較 濃稠一點 的這種 精華液 然後它上去敷感是有一點點 比較 比一般的那種 精華液再稍微 濃厚 唇厚一點 就它不是很薄的精華液 因為我另外一半 它基本上跟我用一樣的保養品 所以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小中瓶 就是它也用很多 我也用很多 所以我前陣子就是官網 它有那個 優惠好像是什麼折扣 反正我就囤了很多小中瓶 因為我們用的蠻快 我覺得它在皮膚的穩定 保濕跟修護方面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就是我覺得最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小中瓶 一直持續就是自己購買這樣 下一個是 下一個保養品呢 也是雅士蘭黛的保養品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在放雅士蘭黛做廣告 前陣子真的用到非常喜歡 那是雅士蘭黛的這個 叫精華水 我不確定它的全名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精華 然後它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是有 櫻花圖案的 但我買的是 就是最原始的這一款 它是稍微比較有厚度一點點的精華水 然後我覺得 每次我剛洗完臉 然後把它拍進去皮膚裡的時候 我都覺得瞬間有被 就是補水的感覺 它會讓皮膚嫩嫩軟軟 就是那種很像 很像麻糬那種感覺那種 就是軟軟 蓬蓬蓬蓬蓬軟的那種質地 反正我很喜歡它上完之後的那種皮膚的感覺 我自己呢用完這個之後 我又再買了這個 大罐的 大罐的是它會附這個 鴨頭 但是它的瓶子就是 這個小罐200ml的瓶子是 玻璃的 然後大罐的400ml就是塑膠的 我是沒有很在意啦 我覺得有這個還就是更好 可以這樣擠出來 就是 這樣 有時候一般早上 我覺得今天皮膚狀況蠻好 我不需要上很多乳液 就是妝前的話 我其實就是大概拍兩層這個 我就覺得保濕就夠了 就是它的保濕度我覺得很剛好 我整體非常喜歡 我覺得它有做到我心中想要的那種 精華水比較厚的那種保養的水類的效果 所以我個人非常喜歡 這是我的第二罐 第一罐第二罐 然後下一個呢也是我前 就是前這幾個月 一直每天每天每天用的就是 之前分享過的 理膚保水 理保膚水 啊我忘記了 理膚保水 理膚保水 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對不對 就我很喜歡用這一款 跟那個 藍色的那個洗臉機一起用 我覺得那是我的 萬年最強洗臉組合 後來跟大家分享完之後 我那個洗面乳 我馬上用完之後 我又回購了大罐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它非常好用 然後最近又用完了 所以可能要再去買新的 所以這款洗面乳 我覺得它是那種 非常 溫和 但是又很 洗得很乾淨 同時又容易起泡 就是我覺得我對洗面乳 沒有什麼特別強烈要求 我不用美白 我不用保濕 我就是希望你洗完 洗乾淨 然後洗完不要很乾 不要讓我長痘痘 完成這些事情就好 然後我覺得理保 理膚 理保膚水的這一罐 就是做到完美的這種 就是把所有勾都打掉了 所以我一直一直非常喜歡用這個 下一個保養品呢 要分享的是 歐蘇丹的這個 沐浴 沐浴油 OK 它現在有點黏 所以這個 沐浴油 沐浴 就是 就是 它看起來是油的質地 你剛倒在手上也是油 但是你加完水 就是你洗澡的時候 弄在手上加完水 它很容易起泡 它很 首先它非常香 它是那種 很舒緩的那種香味 你知道歐蘇丹的味道 很多都調得非常好 就是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然後因為我前陣子皮膚也很乾 就是在比較冬天 好像大概二三月那時候 我皮膚會有很多白白的屑屑 就是太乾了 然後 有時候腳會起皮到 我穿棉褲 穿褲的時候會 就突然動到 我覺得 呃 好刺 就是皮膚太多脫皮 所以我就開始用這個 沐浴油 目前用起來覺得還不錯 就是 它沒有說超級保濕 因為它畢竟只是一個 沐浴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它的確 跟我其他的沐浴商品 比起來 不會那麼乾 然後但因為很貴 所以我不是每天用它 我大概也可能 一個禮拜用個兩三次 就是覺得皮膚比較乾的時候 或是覺得很想要很香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款 但是整體我還蠻推薦 我蠻喜歡它的 叮 然後下一個保養品呢 要推薦 它算保養品還是應該算美妝品 就是 是一個防曬 叮叮 這一款是 Elta MD 的一個防曬 防曬 就是防曬 這一款是 SPF45 打開呢 擠出來呢 是長得像這樣子 白白的 可是我個人很喜歡 是因為 它 就是 推開之後 它很像乳液 然後它推開之後 不會有一些 奇怪的 很白的顏色啊 或是它不會很油膩 它也不會有那種 像我們以前用那種 立可白的那種防曬 那種 色色的感覺 它完全不會 它就很像 一款乳液沒有顏色 不會有一些 假白的感覺 我不知道剛剛大家看我有沒有發現 那我超級需要認真防曬 就是 你們看我的手臂 蛤 其實我 這就是六狗 六狗的防曬印記 就是因為我都沒有 認真的擦防曬 所以 然後每次六狗都穿短袖 所以我下面這邊其實都超黑 然後這樣翻開就很白 哇螢幕上好明顯喔 然後如果你們看得到的話 我脖子其實也是兩個顏色 對我真的是一個很不愛擦防曬的人 但這款防曬真的很好用 我是會拿來擦臉 最近比較認真擦 因為震音真的太熱 它完全不黏膩 然後又很便宜 我覺得就是學生也OK 不會讓你覺得太難負擔 下一個 欸 保養品類結束了 但我覺得我可以 我還有一個想分享的 我想要額外分享 Cicely的這個乳液 這是那個全能乳液 它其實沒有在今天的最愛裡面 但是我想說它也算蠻高價 可能有些人會想要參考我 混合性肌膚用起來的感覺 對這個全能乳液用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有一種 沒有很喜歡 可是也不會討厭的感覺 就是中規中矩 如果它超級大打折 我會買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保濕度OK 在夏天中也不會讓你覺得太悶 或是太不舒服 但是我好像比較不太喜歡 我如果比如說上完小中瓶 然後再上它會有一種乳液推不開的感覺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會有一種 臉上會有一塊一塊白白的 我再把一個圖片放在這邊 就是我每次上完 它都會讓我臉上一塊一塊白白的 然後可能要過很久才會吸收進去的感覺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使用方面的問題 但整體我覺得它OK 但就是 我覺得使用上的膚感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可能不一定會去回購它 給大家參考 好 那現在保養品分享結束 那接下來是雜物類 我來分享一些 最近我生命中的一些好用的雜物 喜歡的雜物 首先呢第一個我們先來分享香水 我一般其實真的很少很少介紹香水 但是很難得我找到一個我最近蠻喜歡的香水 我喜歡的這個香水呢是那個 不會念它的牌字 L E L A B O La Labo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買香水 我覺得香水大罐 對我來說就是用不完三個字 就是用不完 應該是永遠用不完 那那天就是在Vegas的時候 這邊還寫了就是 In Vegas In Las Vegas 我在Vegas的時候去逛了他們的店 第一開始是我朋友要買 然後我就陪他去試了一些味道 好像他們是什麼 九月的時候會在很多店裡 你可以買到其他城市限定的 然後我買的這個香味是 是紐約的香味 就是我覺得他們家的香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蠻多的款式 我都覺得是你剛噴上去的時候 你的香水那個 酒精味會有點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然後我覺得他好聞的是 你噴完之後 可能15到20分鐘 就是那個酒精的味道消散之後 你就會突然覺得你很香那種感覺 我蠻喜歡這個味道 我覺得紐約跟San Francisco都很好聞 我來試圖講一下這個香水味道 我覺得他是 好難喔 他是 是花香嗎 我覺得他有點 草的味道 哇好難 我在網路上搜尋一下 看有沒有人比較好的 那個敘述方式 他不是那種少女香味 我比較不愛少女香 我甚至還蠻喜歡男香 所以這一款就是 他不是那種太少女的味道 也不是太夏天那種太清爽的味道 我覺得他是有一種 香味 好難喔我不知道 我整體蠻喜歡 但是我覺得香水這種東西 推薦你們一定要去現場 就是自己試聞一下 因為我今天去現場的時候聞了蠻多 網路上的人都推薦說 超級好聞的味道 我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自己去聞 好 再下一個呢我要推薦 哇這真的好人的 我要推薦的是 泡麵 就是我最近呢非常喜歡這一款泡麵 這一款還有另外一款 你知道那個芥末 什麼芥末 就是黃色咖啡色那一款 這兩款我都非常喜歡 但我最近超級喜歡這一款 然後加上那個 薏蘭拉麵 加上那個薏蘭拉麵的蠟粉 薏蘭拉麵 薏蘭拉麵的那個蠟粉 我最後一包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組合非常好吃 我覺得不加也很好吃 就我覺得這個系列的泡麵 他們的麵很足夠 就不是那種超小碗 就是你真的會吃得飽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這款的鹽味 就是你剛吃第一口 就會有一種 鹽的味道 我很喜歡這一款 然後我前陣子就是 加了一些薏蘭拉麵 然後有一天加完 我就覺得 這個很好吃 我就覺得一定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組合 再繼續 我很random喜歡的東西 其中一個是跟 上次Vlog好像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最近很喜歡 這個一片 一片的spam 就是一片的午餐肉 就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用 我現在的櫃子 有很多這種一片一片的spam 我覺得他就是方便 不浪費食物 我不用再去想說 我冰箱還有一整罐spam怎麼辦 我都沒有吃完 我要想辦法把它用掉 不會 這個真的很方便 就是偶爾要吃的時候 就是拿一片出來 然後切切切切 我覺得他這個一人份的做炒飯 是剛剛好 然後我大部分都是用來吃炒飯 所以這對我來說 是非常完美的一個組合 接下來呢 要推薦的兩個東西呢 非常家常 是擦頭髮的 叫什麼乾髮 乾髮精 就是很快吸水那種乾髮精 然後我自己在amazon上買到兩款 一款是有扣子的 然後 我等一下 我要現在示範 這樣子弄上去 然後 捲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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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扣子就可以這樣把它扣上去 所以你頭髮會被關在裡面 另外一款呢 我買的是沒有扣子的 它就是大的布 如果你們想要買這類的這種乾髮產品 我建議如果是 頭髮用的話 一定要 買有扣子的這一款 因為像如果你們跟我一樣頭髮這麼長 所以整體頭髮很重 所以當你今天這樣 捲捲捲捲捲捲捲 然後弄上來之後 如果沒有這個扣子的話 這個其實會包不住我的頭髮 有扣子的這款就真的很好用 我幾乎每天 就是如果有洗頭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用這個帽子弄 因為我就可以弄著帽子 然後走來走去跑來跑去 都不會掉 然後這個我現在其實比較把它常拿來 就是擦狗 就是狗洗完澡的時候 因為它吸水很快 所以就是這樣擦L什麼的 它就會很快就把它水吸收 因為L的毛很厚 所以用這個就很好擦 然後它又很薄 所以就是整體上不會很難去就是擦狗 L L不爽 我看到有人說 如果你不是拿來擦頭髮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來擦車子 因為他們說它真的超級吸水 所以我看到很多評論說 他們是把它拿來當洗車用的那個毛巾 然後再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開包裹必用的這個 Package Opener 叮叮 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Vlog 就是我很愛用剪刀開包裹 可是用剪刀開包裹 其實很長那個膠都會黏到你的剪刀上 然後你剪刀就會開始變得很鈍 就不好剪東西 第一次用完之後我只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趕快買 為什麼我拖那麼久才第一次買這個小小的工具 是真的很好用 我其實不小心把我上一個這個包裹 拆包裹弄不見了 然後我其實本來沒有要把它放到最近喜歡這個list裡面 可是因為我把它弄不見之後 我發現原來它沒有之後 我的生活變得多麼的辛苦 就是開包裹真的好累 如果你很常開包裹 請不要再用剪刀 一定要買一個這種小小的開包裹器 太好用了這個 下一個要分享的是內衣 好之前還蠻多人問我自己平常每天穿的內衣是哪一款 然後我想說今天終於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最最最最喜歡的內衣款式呢 是Victoria Secrets的內衣 我知道很多人都覺得Victoria Secrets內衣不好穿 都是那種很年輕少女在穿的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試過很多不同的牌子之後 我最後還是回到Victoria Secrets的內衣 我自己最喜歡他們的是兩款內衣 一款是他們的這種無秤墊內衣 就是完全是軟的 無鋼圈無秤墊 就是可以變成這樣子的內衣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款式內衣 是我穿過最喜歡的 我試過UniCore的 我試過一些美國的一些比較小的那種 小牌子就是主打的 超級舒服的 我覺得都沒有他們家的舒服 他們的這個無鋼圈的內衣的質地 是非常的軟 就是你這樣就是超級超級軟 我現在就在穿一件黑色的 我還有白色的 我還有一件膚色的 我大概有五件還六件吧 就他們真的是我穿過最軟最舒服的 我覺得有很多的那個無鋼圈內衣 他們的本身的背都做得比較硬 所以如果他背本身不是很符合你的胸型的話 我覺得就會沒有很舒服 但他們的內衣真的是我穿過 我覺得最舒服最好穿的 下一個內衣呢 是他們的一個小背心 然後是我今年夏天的時候才買到 我覺得非常好穿 給你們看一下 它長這樣子 欸欸 就這樣嗎 它長這樣 就是它長得很像一個那種運動內衣 可是它其實就是一個 像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小可愛那樣子 它這個罩杯也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就是他們這種 我剛剛穿內衣這種很軟的款式 因為我非常不喜歡那種襯墊要分開洗的 因為我每次都會一起丟進去洗 然後它襯墊就會歪掉 然後我就覺得 又要重新再來 就有點毀掉那個襯墊的感覺 這一款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你穿上去 嗯 洗都直接丟進去洗 然後也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這樣穿 然後我的襯墊歪掉 可能就是胸型不好看 它整體是完全在一起的 我覺得它這一款 雖然它沒有襯墊 但是因為它這邊的 叫什麼 收束力 收束力就是束得很好 所以它雖然沒有沈墊 但是我覺得集中效果也蠻好的 就是整體很喜歡 然後再來是今天最後一個商品 其實我一直猶豫要不要分享這個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要來分享一下 是一個刷馬桶的東西 叮叮 大家家裡可能都有很多那種刷馬桶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以前也有放 但是我真的非常不常刷馬桶 因為就是通常都很久才刷一次 比如說別人要來家裡玩的時候 很認真把它刷一下 但每次那個刷子我都覺得 就我已經忘記上次有沒有沾到什麼 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我上次有沒有把它清理乾淨 就是然後我那天就是在Amazon上買的這個 它是那種 它叫什麼 它叫Toilet One 就是這根就是那種魔杖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是 長這樣子的 所以呢 你每次呢 就是會拿一個這樣的刷子 拿一個這樣的刷子 然後它會把它扣在上面 這樣 叮 然後所以你就這樣去刷 把你的馬桶刷乾淨之後 你按這個把它一推 它就會 掉下來 所以你就不需要自己去 手去沾那個刷子 就可以直接把它丟掉 然後它裡面是有清潔劑 所以你也不需要用額外的清潔劑 就是我覺得很乾淨然後又很方便 就是不需要自己去清那些東西 然後因為我其實也不常用 所以我覺得很 大概幾個月用一個就好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也不會 特別浪費 OK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 我最近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彩妝保養跟一堆雜物 我今天在影片裡面提到的東西 如果我找到連結好 都會把它放到下面的資訊欄 下面 OK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推薦給我的東西 可以再留言給我 下次見 掰掰 掰掰